美国和伊朗开战 令到整个中东局局势紧张 世界局势都紧张 看一样东西 实力比拼 实力比拼有关 其实看几样东西 看几样东西 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 软实力 心理状态 两方现在 已经在开阶 心理状态方面 看到伊朗 极之恐慌 出现恐慌症 看一样东西 星期三 伊朗 向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发射了二十多枚 弹度飞弹 襲击美军基地 为何会襲击美军基地 因为美国之前 伊朗 襲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在先 美帝还拖 还拖 击杀了伊朗革命围队的特总部队 指挥官苏来马尼 之前说过 伊朗的国营电视台说 星期三的襲击行动 襲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造成炸死了八十多名美军 美军 美国方面 总统特朗普 在全国说话 否认有美军人员 在伊拉克的襲击中 丧生 重生 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 并宣布向伊朗实施额外制裁 看回事源的起因 伊朗的要求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说 伊朗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第二件事说 叫美军撤出华伊拉克 看回一件事 就是能力问题 美国不用说了 他还托很准确地将指挥官 其实不是一个的 有很多重要人物 这个革命运队 将他用外科手术式很准确地击杀 伊朗发射了二十多枚这些所谓弹度飞弹 对 claps 那是不准确的 是不准确地优 Lock借�ゃ的 弄冻确地点透过实力 谁准确地 最重要武器不是说炸弹一定是萨力大的 萨力大至於要民众 發射这么多枚都不准确 美军很简单就可以把重要人物KO了 你看回这里伊朗的恐慌情说 做到事还到拖的将80名美军杀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他不说这件事 他不骗国民呢 国民对这个政权一定会反抗 是不是做不到事嘛 对不对 说回美国方面 特朗普明说在伊拉里没有任何美军伤亡 看回美国是一个民主、人权、资讯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 纸是包不住火的 如果美国总统隐瞒这件事的 让国民知道有多严重 真的可以暴动都迟了 是不是 所以民主国家就是这样的了 总统是民选出来的 一定要说真话 虽然政治家有时玩一些伎俩 说一些他的政治风格 但是大多数都一定要说真话 如果你不说真话 真是用选票KO了你的 你总统都没得做的 再看回伊朗这个恐慌症 再看回他的邪恶俗心兄弟中共 说什么呢 这个中共外交部呼吁有关方面克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 他说任何人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将会受到巨大打击 你看回地缘政治 以色列和美国一定是强硬的 特朗普讲到明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 也都同一样 你看回伊朗 另外东面邪恶俗心 中共再隔离的北韩 它的天渊之别有什么分别呢 伊朗的实力是强过北韩的 伊朗假假地地下都是有钱的 即石油 现在是被美国制裁 所以收入大减 用这些手段 就想美国解除制裁 北韩也是 用一些手段放这些飞弹 就想着北韩要美国解除对北韩制裁 又说圣诞礼物 所以这个制裁是很大作用的 因为制裁真的令到收入减少 国民的生活水准下降 甚至是没得吃 没得吃才惨 才反抗你 再说回 以色列 美国和以色列一样 都不可能被伊朗拥有核武的 我说过 甚至你看看以色列的强硬态度 因为伊朗在敘利亚也有派军队在敘利亚集结 也都发射 经常发射火箭炮向以色列集击 首先以色列是这里的 而以色列也是派空军去轰炸 是很准确地轰炸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来说是军事强局肯定的 可以那些飞机在敘利亚自出自入 没问题的 还要对以色列 你想想伊朗也是支持 黎巴嫩里面的真主党 这个真主党对以色列是极之有威胁的 你看看伊朗如果有核武 以色列是最担心的 所以以色列如果知道伊朗是制造核武 以色列一定派战机去轰炸相关的据点 甚至美国我都说得明白 美国不容许你拥有核武 就是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核武都要问过美国 就是这么简单 你再去看 说回中共国交部出一些声明 为什么叫双方克制呢 中共和伊朗的关系极之密切 除了要中共需要伊朗的油 中共买伊朗的油买得最多 甚至中共在美国 现在中共里面很多科技 都是由美国进入的 但那些电子零件 你看看曼晚舟那件事 就知道和伊朗有关 就是因为你将一些 美国的高端科技 由你中国里面 运到伊朗 所以曼晚舟就被加拿大塔了 将会引渡到美国 就是关这件事的 因为美国是制裁伊朗的 再说回这个邪恶俗心 中共伊朗的关系 就说一带一路 你看一样东西 中共在伊朗也有投资 是一带一路的投资 投资也不少 假使美帝把伊朗政权打残了 另外一个伊朗政权出来 伊朗政权是亲美的 等于中共在伊朗的投资 建材化水 中东国家就是这样的 一个政权交替 一个新政府上台 随时可能对你有意见 甚至不认数 你看巴基斯坦就知道 一个新政府和旧政府的分别就是这样的 变化就是这样的 所以中共很担心伊朗出事 一出事能源没有了 一带一路的投资建材化水 所以你看这里 不要说伊朗恐慌症 中共也恐慌症 这个邪恶俗心 再说另外一件事 伊朗恐慌程度是怎样呢 这件事就是乌克兰一架客机 波音737客机在伊朗首都德克兰 起飞之后聚毁 两分钟之后在雷达消失 你看回机上有170人离难 多数都是伊朗人 也有加拿大人 你看回一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星期三 清晨早上六点钟 这架飞机想在德克兰起飞 就去乌克兰首都基辅 你看回伊朗说找到两个俗称 黑盒的飞行纪录仪 他说明这两个飞行纪录仪 不会交给美国 因为事有QK 他说找到这个飞行纪录仪 正调查事故起因 乌克兰驻伊朗大使引述初步情报 表示客机失事 说与引擎故障有关 而不是遭到导弹或恐怖袭击 这件事可以告诉你 这架飞机说情报演示是空中解体 空中解体是被地对空飞弹打下来的 为什么会地对空飞弹打下来呢 你看回这里发生在星期三 星期三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伊朗向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发射导弹集击 现在这件事为什么伊朗恐慌症 就是不以为波音737客机 以为是美军的偵察机 所以将它击落了 因为当时在德克兰起飞 起飞高度不高 它以为是在做偵察人模 所以击落了下来 所以这两个黑盒 这两个飞行纪录仪 它不会拿回美国 就是因为它这个飞机是被伊朗击落 所以看回恐慌症 现在说到全球很多航班都说 会避开伊朗的领空 不飞进伊朗的领空 避免被打落 也要看回另一段新闻 就是这段新闻 就说什么呢 邪恶重心 为什么呢 中共所谓中国南方航空 就说取消乌鲁木齐飞去德克兰的航班 再看一件事 中共这个行动是否等于对伊朗的制裁呢 再说邪恶重心 就是说伊朗、俄罗斯、北韩 你看回之前中共和美帝打贸易战 很强硬的嘛 它不买你那些美国猪肉 它就买去契大佬那些有料的 它明知俄罗斯已经非洲猪瘟这么多年 它都要买俄罗斯猪肉 搞到中国里面那些猪肉 发作、发瘟 真是发瘟 发瘟啦 非洲猪瘟 搞到中共一说不好 这个邪恶重心 很邪恶今 甚至现在北韩 现在就说射射导弹呢 都说有些能源呢 其实现在是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嘛 你看回中共也都有渠道供应给这个邪恶组身北韩 因为邪恶兄弟嘛 你看回一样东西了 现在这单新闻说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呢 取消乌鲁木齐的航班 即削减取消啦 将会一路这样取消 即是说离奇啦 你现在你看回伊朗是针对他的襲击是对着美帝的 老实说现在你中共也都是因为贸易战也好 什么都好被人包围 被美帝包围的嘛 你应该你中共对这个邪恶组身兄弟伊朗 是不是应该加以照顾呀 是不是等于要加多些航班 送多些中国人去伊朗 消费购物封水给伊朗 这样的嘛 但是不是哦 是取消航班哦 那就是等于 是不是倾向在美帝那边制裁伊朗呢 你这样取消航班 其实等于是制裁伊朗的 是不是 所以看到现在这个 看到这个 邪不能性正很明显的 这个邪恶组身呢 即是可以说各自盘算 你有你盘算 我有我盘算 标面上抱着肩膀骗骗的笑 其实就大家 喂你给多少利益我 我给多少利益 你给不到利益我 我就和你保持距离咯 所以等于这个邪恶组身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讲完